沈腾与老婆疑似分居,王琦独自带娃与父母聚餐,尽照发福撞连贾铃 近日,演员沈腾身陷离婚风波,有网友爆料,沈腾与老婆王琦的感情发生了变化,南方疑似有了新欢,并且要和王琦离婚,该消息一出,引发了不少人的热议 值得一提的是,沈腾离婚仪式传了多天,本人并没有回应此事 近日,有媒体拍到王琦带着儿子与家人聚会,沈腾当晚刚好没在现场,媒体还透露,沈腾和王琦有可能分居了 王琦身穿白色宽松上衣,扎着丸子头,整个人胖了一大圈,不知道的还以为贾铃来了,与昔日的形象可谓判若两人 据悉,当晚是王琦与父母聚会,四岁的儿子也出现在视频当中,他穿着一身黑色休闲服,牵着外婆的手走进餐厅,蹦蹦跳跳十分可爱 一家人齐现身,唯独沈腾没有在现场,媒体直言,难道沈腾和王琦的婚姻真的逃不过七年之痒吗? 据了解,沈腾和王琦本是同学,两人爱情长跑十多年,于2016年登记结婚,两年后,王琦生下了儿子,就此退出娱乐圈 年轻时候的王琦长相青春漂亮,颜值丝毫不输给现在的当红女明星,为了家庭,王琦放弃了很多 其实王琦和沈腾的爱情很卑微,当初王琦妈妈和沈腾一起登上综艺节目,女方父母求着叫沈腾娶自己的女儿 那时候的沈腾似乎很不情愿,有网友直言,这样的婚姻感觉不会太长久 沈腾和王琦的感情到底怎样,估计只有当事人清楚,其实回不回应都是他们的私事,无论如何,都希望沈腾王琦能够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